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位同学 大家好 感应篇 我们讲到第八十节 八十节的文有四句 见他荣归 愿他留病 见他富有 愿他魄散 诸节里面也诸得很详细 曾经跟诸位做过一次简单的报告 太上这几句话 可以说 古今中外都不难见到 这个观念与行为 是从贪嗔嫉妒里面发生的 造作极重的罪业 自己并不知道 诸节里面告诉我们 意思是说 一个人 一个人 一生荣华富贵 不是偶然 是过去身中培之的 这个道理 所以 了凡思训里面 发挥的非常精辟 所以 人生的这个世界 我们 有没有想到过 我为什么 到这个世界来 我到这个世界来 是做什么的 这一生过后 又到哪里去 可以说 这是人生的大问题 如果能够想得到这个问题 这个人呢 逐渐逐渐开始旧了 只要常常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 佛家讲的 遗情 小义在小物 大义在大物 问题 常常想到 不必去寻求答案 那都是妄想 久而久之 会有侮辱 豁然大乌 你就明白了 而佛在经上 告诉我们 人生仇一 这个话 我们听起来 很难过 但是 它是事实 77年代 我在香港 讲经 住在寿野老法司的光明讲堂 他这个讲堂 大殿上挂了一幅对联 对联写着 夫妻是云 夫妻是云 有善云 有卧云 云云相报 下连写着 下连写着 儿女是债 有讨债 有还债 无债 不来 这两幅对你呢 把这个人世间 写净了 人与人的关系是什么呢 恩怨债务 如果没有恩怨债务啊 就碰不到一起 我们每天在马路上走来走去 看到许许多多人 也没人给你打个招呼 那没有缘嘛 跟你见面 对你笑笑点个头 也是缘 瞪你一眼 看到你不高兴 也是缘 那个缘且呢 大概一生当中只遇到一次 再遇不到了 缘深的 就变成朋友 变成亲戚 变成一家人 就这么回事情啊 所以佛给我们说 人生仇业 你过去生中造的业报 造的业 这一生呢受报的 这是讲的六道众生 哪一个也明不了啊 佛菩萨在六道 现身说法 现身随移类现 众生有感 佛就有印 佛现身说法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帮助这些众生觉悟 觉悟就好了 把你的善缘 卧云通通通转变成法院 所以学佛没有别的啊 学佛就是开智慧啊 智慧开了 懂得了怎么转变呢 专成法院啊 这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事出事件的身形 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要及得累功啊 做一个究竟的改善 专专业了凡先生是一个榜样 古今中外 像他这个样子 很多很多 没有写出来 没有写出来 没有流通啊 他老人家是写成文字 后人看了欢喜 给他大量流通 才知道有这么一段事情 其实像廖凡先生这样的人 这种觉悟 这种改过 这种成就 非常之痛 我们要明了 我们要学习 命运从哪里来的呢 命运上自己造作的 过去生中造的山 这一生当中 想福啊 过去生中造的我 这一生当中要受苦受难 不是别人给我们的 也不是上帝给我们的 也不是阴罗王给我们的 自己中什么样的阴 这一生呢 借什么样的果报 所以自作自受 自作自受啊 明了四十真相 无论 无论我们想福也好 受罪也好 心里很平静 不会怨天诱人 看 看到别人荣华富贵 也不会行 看到别人受苦受难 灵敏之心啊 灵敏之心啊 悠然而生啊 知道一切事 前因后果 我们就知道 如何来改善 改善的总原则 总纲领 断悟修善 而佛教导我们 如祝福菩萨 他们呢 那做的比我们 更殊胜更高明 他们能够立一切相 断悟修善 我们今天断悟修善行 立相做不到啊 佛巴其中 因果告诉我们 如果立相断悟修善 你就转凡成圣了 你就成菩萨成佛了 没有断悟修善行 没有断悟修善 没有断悟修善 你得的是六道里面的果报 那换一句话说 那换一句话说 凡复的 活佛 吉凶 不是圣人 圣人跟凡复啊 就在 能不能立一切相 这种事情 我们能不能做到呢 说实在的话 能做到 就看我们自己 愿不愿意做啊 愿意做肯做 没有做不到的 这个是无上的大福啊 世间人的佛报比不上啊 社法界里面 究竟圆满的佛道 人为什么不去佛 为什么不去做佛呢 为什么甘心情愿做六道凡夫呢 六道凡夫很苦啊 纵然修一点福 得一点荣华富贵 你得到财富 得到群力 得到地位 时间断除 昙花一现啊 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 很容易造业 不知不觉 就造了业了 造什么业呢 妨碍别人 伤害别人 就是每一天三餐 你吃的一些肉食 伤害众生啊 动物它也是一条命啊 佛经里都说得很好啊 人死为羊 羊死为人 人死为羊 羊死为人 死后多畜生到的 前几个月 前几个月 天木山齐居寺 跟我们讲一个故事 他是亲儿所问的 就发生在他那个地方 是他的亲戚 晚上 他们乡下了 开了个拖拉机 路上遇到五个人 要做他那个拖拉机 请他快一点 把他送到另外一个村庄 集市 五个人 他敲竹缸 他说行 我送你去 一个人二十块 人民币一百块 把他送去了 给了他一百块了 回来之后高兴得不得了 结果一看的时候 之前 这一位自己上当了 被骗了 一晚没有睡觉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 就开了拖拉机 到那个地方去找人 你为什么拿纸钱给我 就敲人家门 人家说 我们家里没有人来啊 昨天明明看了五个人 走进你家里 怎么没有 怎么没有没有人进来 那个家里主人想了半天 没有人 确确实实没有人 昨天我们家里的老母猪 生了五个小猪 哎呀他奇怪 他说那这个我都去看看 昨天给钱给我的那个人 头上戴个白帽子 看五个小猪 果然有一个小猪 头上有几根白毛 啊我昨天晚上遇到鬼了 那投胎呀 人死了变猪 人吃猪肉 将来自己变成猪被别人吃 最近的事情啊 还有天津有位同修 到这边来给我们讲 人投狗胎 天津有个老太太 儿子死了两年 结果投胎做狗了 在一个寺庙里都开门 啊 托梦给他妈妈 他妈妈到寺庙里看到了狗 啊 狗看到他妈妈 人跟狗抱起来痛苦 不是迷信啊 千真万确的四十啊 所以每一天吃这些肉食 你就伤害众生 就在那里造业 这个话我们不能说 说了什么 人家说我们迷信 起反感 我们平常不讲这些话 啊 我们很清楚 很明白 动物也是一条命啊 我们过去未来啊 都过去当过出生的 未来还会做出生的 你只要不能够处理六道轮回 你就决定免不了 做出生做恶鬼躲地狱 免不了啊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得很详细很明白 聪明人有智慧的人 佛常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 我们的人生闻佛法无比的稀有啊 决定要在这一生当中做个转变 下定决心 再不搞六道轮回 有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呢 办法是肯定的 啊 佛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社佛一切祝福都劝我们 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用这个法门 脱离六道轮回 稳稳当当 所谓是万修万人去 可是 对于净土的理论要清楚要明了 你才不怀疑 你怀疑你的信心不能够坚定 啊 搞清楚 搞清楚 搞明白了 断疑深信 啊 啊 最近 这一二十年当中 我们亲眼看到往生的人 啊 清而所闻的 清而所闻的 身西方极乐世界 不生病 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欢欢喜喜走的 很多很多 啊 最近 居士林的老林长 陈光别老居士 往生 在此地的同修都看到 他是个老佛教徒 但是真正听今 对于佛法啊 往生道理搞清楚 也就是最近的三四年 啊 我们在此地讲经 他生病了 啊 我们讲经的录像带 他通通啊 搬回他家里 啊 每一天看八个小时 啊 他看了四年 啊 信心坚定 万元放下 啊 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他是三个月之前 欲知识知 啊 啊 三个月之前 他家里人看到老先生 啊 在写字 写八月初期 八月初期 写了十几个八月初期 啊 啊 大家不晓得这是什么回事去 八月初期那一天往生 啊 三个月之前 就晓得啊 啊 走的时候 神智清楚啊 啊 他走之前 前一天 我就看到 啊 清清楚楚 啊 这我们亲眼看到的 我们出家的同学 分班轮流去祝念 啊 回到居士林的时候 陈老居士的冤家寨主 跟着我们的法师到居士林 啊 这些冤亲寨主 看到老居士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 也就不抱怨了 也就不讨债了 啊 个个都欢喜了 到居士林来干什么呢 要求不一 啊 冤亲寨主 负责居士林一个同修的身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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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出 他们 有不少人啊 啊 是老林长的冤亲寨主 啊 他们是善意 没有物意 所以后 门口的护法神 准他们进来 啊 他们跟法师一道来了 要求贵义 啊 所以我们给他说贵义 贵义完了之后 要求天津 啊 啊 天津我们就介绍五楼讲堂天庭讲经 啊 叫他到五楼天津 他说五楼 那个里面的光太强了 啊 他说我们在那里天津会很辛苦 就要求 居士林的二楼一楼 我们现在放电视 啊 二十四小时 不不断的 播放讲经的录像带 那个播放讲经的录像带 是给鬼神听的 啊 所以被鬼附身的那个杜居士 劝他的家里面的兄弟们要听经 所以你们不听经 连鬼都不如 啊 鬼都要求听经 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 啊 一点都不加了 不是捏造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 啊 要明了 想通了 人就觉悟了 我们这一生 利用这个 宝贵的身体 修集自己 真实的功德 啊 我们的前途 我们的来生 一片光明啊 啊 我在这个四十年当中 见到往生的人很多啊 这不是传说啊 不是古书上记载的 清眼看见的 清而所闻的 啊 一点都不加 这些人 给我们做证明啊 啊 修行 正古是真的 是四十 啊 我们应当认真 努力的修行 啊 现在这个社会动乱 时局不安 全世界都一样 更要认真努力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